新學年開學短短十天 將軍澳一間私立幼稚園 昨晚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 因為財困即時結束營運 不少報讀過課程的家長 都覺得手足無蹈 我的天啊 我的嬰兒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結束了所有財務 財務家人真的很貴 如果他生了 我就少了一個月的學費 如果你的小孩想起初已經開學 臨時找不到學校 找甚麼學校就不知道 因為我會替父母很可憐 學校面臨財坤 但其實學費一點也不便宜 幼稚園標榜音樂主導課程 M班學費每年八萬多元 平均每月七千九 幼兒初班至小學預備班 每年學費更加要九萬八元 平均每月八千九 不過一分錢一分貨 幼稚園在2018年開張 不少星二代都是學生 包括藝人楊潮凱的子女 都是其中之一 至於黃金其實很好的 因為他 我們當時去Open Day的時候 他都有說他其實是香港 單層式來說 免得很大的 還有製作得很好的 製作和配套都是很完善的 我覺得 另外一位學友很早記得的就是 傅昌哲 他就叫女兒 拿著手板去印一件T恤給我 我還記得那天我 去參加了他們的派對之後 我全天都穿著那件T恤 因為我覺得很開心 他們會創造了很多 很重要的回憶給我和女兒 對於幼稚園結束營運 阿凱都很呆燕 就連曾經協助幼稚園的議員 都表示很可惜 一間這麼好的幼稚園結業 我相信其中的原因 當然是疫情影響到他收生 其次就是他的佔地 都接近一萬呎 所以租金的成本都很高 今次幼稚園停班事出突然 校方只能夠退回 八月份四分之一的學費 至於本身幼稚園的學生 就安排了不用面試入讀區內有效